哎,有人掏银子,大贼 戴长东不是只会读书的书呆子 他在家里的时候还要帮忙干农活 他冲过去将那个男人一把鸭倒在地上 将荷包抢了过来 多谢公子,多谢公子 不必了,举手之劳罢了 此人我便押送这鸭毛 郡主,这荷包,那公子帮我们抢回来了 紫妙双儿,那公子长得如何 静止好眼光,那公子长得仪表人才 似乎是这次来参加电视的近视 两个他们就要一起参加电视了 放在他进来的时候啊 我透过围帽呀,就瞧着他仪表堂堂的 如今我也到了年纪了 但是那些个世家的荷包公子 我实在是看不上 希望他能考个好功名 双儿,你帮我打听打听 看看他姓圣名谁 到时若是他能考取功名 我立马就让娘亲去功礼 同黄伯父说这事 黄伯父对我宠爱有加 一定会同意的 郡主名为玉池风兰 乃是亲王玉池宿的小女儿 这玉池宿乃是德武帝的亲弟弟 当年德武帝继位 也有玉池宿的推波助兰 是,郡主放心 双儿一定叫人好好看着 必定呀,不会错过任何消息的 哎呀,双儿 你也学会打去我了,是不是 双儿不敢 德武帝实在是求贤若渴 他一直在焦急地等待着结果 甚至还抱着玉池宿过去 远远地看着他们写 让玉池宿也得以瞧见 电视是什么样的 哇,某回现代考试的感觉 这些人还是用毛笔字写的 时间真的够写吗 德武帝疑惑 显代,那是什么 昔儿以前待过的地方 难不成昔儿以前还参加过考试 还不是用毛笔字写的 考完了以后 学子们有序地离开了皇宫 他们的试卷 德武帝决定亲自批阅 就是为了不出任何差池 不将人才淹没了 德武帝越是看这次电视的考卷 越是开心